非常嚴重的傷害到我的朋友吳念珍等等 我開始懷疑他是不是很不懂文化 他到底有沒有看過我寫的書 有沒有看過我在1980年 跟侯孝賢、楊德昌 甚至於到了1990年代 李安拍了電影 這次金馬獎的海報上 有四個人的臉 一張就是李安的臉 一個就是侯孝賢的臉 另外一個就是我的臉 我如果是一個很卑鄙的人 很不被尊重的人 我的臉不會擺在這一屆金馬獎的海報上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真的 我蠻失望的 因為他也是一個留美的博士 看起來也蠻斯文的 他怎麼會罵到我跟吳念珍 還有我們一群朋友 我們這群朋友非常值得 非常可以被檢驗 我在我臉書上寫過 我電影只做了差不多八年 我跟我的好朋友吳念珍 就在中央電影公司工作了八年 我們拍了所有的電影登上國際舞臺 各位應該聽過侯孝賢 聽過楊正山 聽過李安 在這個之前台灣電影沒有辦法上到舞臺了 我們就這樣子 我們所在的位置是國民黨的中央電影公司 可是我們做我們自己的事情 從此以後我們的人生就是不管是民進黨執政 國民黨執政 誰執政都一樣 我們永遠做我自己 我離開中央電影公司才三十七歲 電所中完全不知道 三十七歲之後 我就開始寫作 我陪伴我的孩子從小學 國中高中到大學 那就是我啊 我已經完全隱居了 我的作品全部在寫文化 寫教育 寫生態 我完全沒有碰政治 我完全沒有被任何人勸養 所以他完全不了解 尤其是我的好朋友吳念珍 他是多麼的對台灣這個土地有貢獻 我現在是 所以這個對你來說 是一個很嚴重的人生攻擊機構對不對 我我說過 其實我不想不想在口水戰 但是他竟然寫到 我跟吳念珍是民進黨的門神 包山包海拍電影拍廣告 甚至要看我們的臉色才做事 我為什麼我的臉書我貼出來之後 一千五百個分享呢 全部都是電影圈的好朋友 全部都是年輕人 他正好打到一個 我最沒有做的事情 他正好打到 吳念珍最沒有做的事情 2006年 我大好朋友 可疑症 我大好朋友可疑症 都在癌症 面臨 完全用民間的捐款 我現在講 你就知道 我們沒有靠政府 藍的也一樣 綠的也一樣 我們靠自己募款 本來想花十年 後來花了五年就走完了 全部的捐款都來自民間 所以我覺得那種 丁守中先生的思維是 用他過去的想像 去分配政府的資源 去分配政府的資源 我現在看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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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